氫氣被許多的能源專家認為是終極 潔淨能源 隨著對氫氣的深入研究 就有臺灣專家 氫氣的運用 從能源領域擴大到人體健康產業 甚至技術還能外銷到日本 台灣氫分子醫療促進協會 就針對氫氣對人體影響 召開了學術研討會 讓我們一起來驗試 氫氣被許多能源專家認為是終極 潔淨能源 然而氫氣不只在能源領域 有著重大貢獻 專研氫氧氣30年的林文章 將氫氣從能源領域應用 擴大到人體健康產業 經過了大概將近一兩千篇左右的 一個論文的一個研讀之後 發現說他不但對人沒有什麼副作用 而且基本上對人體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處 一代醫院副院長黃明仙分享 臨床上有多位癌症患者 接受吸入性氫氣輔助治療 讓身體因為癌症療程產生的副作用 都呈現實質性的改善 輕氧吸入可以幫忙病人抗氧化 臨床上吸入輕氧輔助的幫忙 可以讓病人監緩 在肺癌標靶所形成的副作用可以監緩 輕氣跟在川崎症治療上有所幫助 高雄長坑大學教授郭和昌 近年持續推廣輕分子輔助治療 2022年時發表全球首例 將吸入性氫氣應用在川崎症治療上 我們之前的研究發現 川崎症會導致兒童心臟血管的發炎 跟受傷 就是跟治療機有很大的關係 氫氣就是最好的一個去除治療機的東西 這項技術現在也外銷到日本 獲得醫療聯員肯定 目前台日學者正進行多項的人體研究 研究成果也將為民眾帶來更優質的醫療保障 記者綜合報導